大家好,我是安伦,欢迎来到Scribe的学习课堂 今天为大家讲解的内容是代理IP的使用 首先看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 第一个原理简术 第二个实现方法 第三个在Scribe中的具体实现 以及最后的总结 首先看原理简术 看一下这边的这幅图片 本来这个是你的计算机 下面这个是你要访问的资源 你本来可以这样直接去访问 但是呢,由于种种原因 比如说,你可以直接访问 这个资源的过程中 它的网速比较慢 或者说 存放资源的这个服务器 把你的代理IP给禁用掉了 此时,你可以通过一个代理服务器 去间接的去访问你想要的资源 有可能是因为访问速度快 作为数据抓取 我们想要让它起的一个作用是 让它看不到我们真实的IP 第二个,看实现方法 实现方法 通过之前讲的Scribe的框架 可以了解到 实现代理IP可以有两个地方 一个是在SpiderMadeware中去实现 一个是在DownloadMadeware中去实现 首先看一下 在SpiderMadeware中 怎么样去实现的 在SpiderMadeware中 它是包含了Request 或者是Item 或者是它们都含有的一个对象 我们可以对Reout这个对象进行处理 给Reout中的Request加上代理IP 这是在SpiderMadeware中去实现代理IP的方法 另一个实现代理IP长运的地方是 DownloadMadeware DownloadMadeware 它是放在ScribeEngine和Downloader之间的一个中间键 它可以对到达Downloader的Request进行处理 如果你想添加代理IP 可以通过重写ProcessRequest这个方法 其中的Request就是 下载器要去使用的那个请求 你可以在这个Request中 去添加代理IP 这是实现代理IP添加的第二种方法 然后再看一下 在ScribeApp中 是怎么样实现的 我们有一个具体的实例 可以按照这个实例去讲 要想使用代理IP 首先你要去获得代理IP 之前曾经有一节课讲的是 代理IP获取的一个Spider 获取的目标网站为西式网站 当你获得完这些代理之后 需要对它进行验证 取出那些有用的IP 取出之后下一步就是在DownloaderMadeWear中 去添加这些代理IP 去添加这些代理IP 看一下咱们的项目代码 这是之前讲过的一个项目 Tutorial 现在又在Tutorial的基础上去添加一些代理IP 首先看Tutorial指文链夹中的MadeWear 在这个MadeWear中 我们去重写了ProcessRequest 对参数中的Request 添加了Meta 参数中的Proxy变量 对这个变量 附了一个新的值 它是一个代理IP的例子 这个添加代理IP的一个完整的逻辑是 首先从这个模块中去引入 GetIP这个class 然后调用 GetIPclass中的 GetIPS方法 调用这个方法之后 它的返回值是一些可用的IP 当然你在获得IP的过程中 肯定要对IP前一验证 现在咱们看一下Proxy方法 从这个文件中 可以看到 这里主要是下的这两个类 SyncTone 然后 GetIP这个class 继承了SyncTone 在初始化的函数中 去定义了一个SQL语句 这个SQL语句 主要是从数据库中 去取出代理IP 取出之后 然后看刚才咱们调用的那个方法 GetIPS 它首先是获得这些代理IP中的HTTP类型的和HTTPs类型的 然后在获得这两种类型的IP的过程中 我们还调用了一个方法叫ChargeIP 即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的作用就是说判断这个IP是否可用 这里采用了两个视力链接 一个是百度的 一个是收费宝的 然后通过URLive2 这个包中的Past的对象 然后去验证 这个代理IP是否可用 如果在对这个代理IP验证的过程中出现了异常 我们会打印错误信息 并调用Dialto IP这个方法 即把这个不可用的IP删掉 Dialto IP方法 即这个方法 否则的话 即此代理IP可用 然后再判断 对方代理服务器所发挥的状态码 如果在200和300之间 它就是有效的 否则 无效 删除此代理IP 在使用代理IP的过程中 我们是轮换的使用代理IP 即使用完第一个之后 再使用第二个 一直到最后一个 然后再从头去循环 每一个代理IP 实现的方法 我们是定义了两个 类变量 然后在Process Request的方法中 对这两个变量进行操作 当然写完Madeware这个类文件之后 你需要在Settings中 去启用这个 启用的方法为 在Settings中添加 DownloadMadeWare这个变量 并添加这个KValue对 K就是你这个 Class所在的这个路径 以及它的 优先顺序 第一个这个是 ATProcessMadeWare 这个是ScribeP中 内置的MadeWare 下面这个 才是咱们自己定义的MadeWare 它的路径为 位于Totelor中的MadeWare 中的ProcessMadeWare 它的优先顺序为100 现在咱们回顾一下 使用这个代理IP的过程 当获得完IP之后 我们对这个IP进行了验证 验证之后 然后在DownloadMadeWare中 去添加这个IP 即循环使用代理IP 现在做一个 希望大家能够掌握 添加代理IP的方法 这次课的内容 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